《超神玩家》第491-500章 作者 施洛叶 《超神玩家》第491章 辅助领主 作者 施洛叶 严帝称 丁继琳立于东广场大道上 呼的耳边一道月耳铃声飘起 关于领主动天的系统公告回荡在每一个玩家的耳边 丁 系统公告 领主系统已经正式更新 请所有80级以上的玩家前往城内的NC天空领主处 免费领取一座属于自己的领主动天 领取动天后 你将获得一座初始城池 请好好地经营这座城池 通过建造资源田 出兵攻打野外单位 出兵掠夺玩家等多种方式提升领地城池战力 领地城池越强 则加持给玩家的战力也会越强 祝大家好运 丁继琳骑成这白龙马 早就一溜烟刷得来到了东城门靠城墙位置的一个NC前方了 这NC是一个大胡子 一身戎甲 身后跟着一群随从 品级很高 天空领主 人族背景阵营里主管领主动天系统的NC 这样的NC在每个城池的每个广场都有 镜像的 刹那间 四方八方都有玩家勇志 丁继琳急忙对话天空领主大人 我想领取一座属于自己的领主动天 好的 年轻人 天空领主看向丁继琳 爽朗一笑 粗气粗气到年轻人 你看起来很与众不同啊 来吧 我这就给你一座与众不同的动天 说着 天空领主一抬手 一缕纯白光辉 没入了丁继琳的眉心之中 化为他心海中的一座领地城池 爹 系统提示 恭喜你获得了领主动天 矮人族 丁继琳一头黑线 你管这他妈叫与众不同 他收敛精神 俯瞰洞天 只见一大群手握斧头 长毛的矮人 穿着兽皮 纷纷冲着天穷之上 嚷嚷叫着快来啊 狗日的领主大人 带我们走向繁荣富强啊 我他妈 丁继琳差点崩溃 直接将精神力 从领地洞天内抽离出来 矮人族 开什么玩笑 矮人族的兵种 虽然攻击力很高 也厚实 但移速太慢了 在沙盘战场上 移动到对方附近的时候 黄花菜都凉了 矮人族这种 只适合大后期 初时对顶级兵种 山丘之王横推任何种族的那种 但想把矮人族领地 玩到那个层次 很难 不管了 走人 去强制获取自己的超稀有龙族领地去 刷 丁继琳一拽缰绳 侧动白龙马 离开了炎帝城 直奔炎帝城东北方向的地图摘兴崖 龙族是超稀有种族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获得 前世的时候 有一位神豪 在领主洞天开通三个月后 才升到八十级 为了获得一个龙族领地 他一致 千金 收购了高达三千家金币 一鼓作气 随机了三千家次 你猜怎么着 就是他妈的没有龙族 所以 光靠钱多 想硬来是不行的 有时候得靠玄学 而在前世 一名四海同心的狗贼 在摘兴崖上 仅仅随机了十二次 就获得了一座超稀有龙族领地 之后又有不少人去尝试 其中有几个人 在几百万以内 就拿到龙族领地了 所以 摘兴崖被誉为玄学 上的福地 只要运气还凑合 资金也凑合 基本上都能拿到龙族领地 你们等等 丁继琳在工会管理层频道里说到 先别急着随机种族 先熟悉一下领地系统好了 一会我拉你们 你们到我这里再随机种族 行 谢谢 南风 荒词等人连连点头 十几分钟后 丁继琳犹如一缕飞燕般地冲上了摘兴崖 火焦秋华的角力太强 冲上摘兴崖后都没有气喘吁吁 下一刻 丁继琳就能俯瞰整个沿地城的光景了 刷 他直接拉了一个组队穿云剑 将灵溪溪 陈家 谢谢等人都拉了过来 这里有什么讲究吗 灵溪溪问 没讲究 丁继琳倒听说这里比较玄学 容易随机出稀有种族 可以 尖家笑道那我开始了 我也开始了 丁继琳深吸一口气 立于崖边 召唤出领主系统 开始随机领地种族 那金色的小按钮 象征着富贵 每点一下就一金币 于是每点一下 心都跟着颤了一下 说多了都是钱啊 弟 系统提示 恭喜你抽取到了领主洞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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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边 一道道铃声不断响起 丁继琳响也都不响 迅速连点 必须尽早出把领地给出了 毕竟领地洞天前期刷新的资源是固定的 必须趁着第一天的时候 迅速开荒 发育 把第一批资源给吃饱喝足了再说 不然是 无法拉开与大众玩家的差距的 游戏里 你想高人一等的话 就别 去做哪些泯然众人的事情 必须剑走偏锋 刷 呼的 一道淡金色光辉在眼前掠过 出现足了 一位前突后翘的小仙女 浮现在领地上空 冲着丁继琳迎迎一笑主人 是否立刻降临我们的城池 令人心动啊 丁继琳瞥了一眼 迅速目测出这小仙女的三围 八十四万六千二百八十六 完美身材啊 主人 你为何不说话 小仙女继续冲着丁继琳 摇曳身姿 目光楚楚 走你 丁继琳直接随机 不要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灵溪溪到我随机到精灵了 可以了 丁继琳到按照系统攻略 慢慢发育吧 好 下一刻 谢谢说话了老大 我随机到仙族了 稀有种族就停下 可以去发育了 嗯 不久后 仙灵的一众主力 纷纷随机出了属于自己的稀有级种族领地 南风 陈家 小猪 风吹三雾 琼华 都出了精灵 凌渊 荒词 七星海棠 离人未晚 唐小魂 肉肉等人 则随机到了仙族 都是十分珍贵的种族 丁继琳继续随机 丁丁丁的疯狂花钱 就在他的五百家金币 只剩下六零家的时候 终于一道池来的浓郁金色光辉闪烁开来 眼前出现了一座金色城池 城池上空 有一头头飞龙盘旋 整座城池充满了危言感 龙族 终于来了 只要能出 那就万事好说 当他转身时 仙灵的一群人 基本都都已经走了 发育去了 只剩下尖家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 还在小心翼翼地随机种族 丁继琳沉吟一声 该开始自己的发育计划了 正想着 呼得利于丁继琳不远处的尖家 呼得微微一愣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十分闪亮的金色符号 紧接着哑然地说到丁队 我随即出了一个超稀有种族 龙族 能不能用啊 擦 丁继琳经了赶紧选定 龙族啊 最好的种族 雅力运气是真的好啊 多少次出的 八十二次 尖家离我浅笑这么说 我运气特别好了 嗯 赶紧发育吧 好 就此 仙灵的巅峰玩家的种族 都已经出来了 大部分人都是吸 有急 而维尔的两个龙族 则是丁继琳和尖家 立于摘兴崖的山崖边 他沉吟一声 心神沉浸入自己的领地洞天中 刷 天空之上 丁继琳的心神 化为了另外一个他 穿透云层 缓缓降临在一座偌大的龙骨中 这座龙骨 就是他的领地的雏形 目前还是一片不毛之地 一座座可供摆放 建筑的空地横跟 最中心处 则是一座圣龙之巢 这圣龙之巢 是整座城池的主基地 想要升级兵种 建筑 主基地是根本 而目前 这座圣龙之巢是零级 必须尽量攒资源 把它升级到一级再说 地学 造兵建筑 升到一级之后 可以招募龙族的一级兵种 蒲丛 其实蒲丛就是人类 龙族所奴役的仆人 属于狗都咸的兵种 攻低防低血 低速度慢 纯粹的消耗品 丁继龙的身形 直接飘向了 那座灵级的圣龙之巢 在自己的洞天内 他就是唯一主宰 是能呼风唤雨的 飞行就更加是小事一桩了 耳边 一道铃声响起 丁 系统提示恭喜 由于你是第一位龙族领主 获得奖励S 级金色领主卡X1 啪哒一声 一张金色卡片 落在了丁继龙的包裹中 S级金色领主卡 可以在领地内 召唤出一位实力强大的辅助领主 辅助领主将会辅助你完成对领地的建设 提升 一位强大的辅助领主 将会大大的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丁继龙深吸了一口气 还有这种好事 于是 抬手就将领主卡给碾碎了 直接召唤 刷 卡片化为一抹浓郁金色光辉 泄露在了那座简陋的灵级圣龙之巢中 圣龙之巢内 一座茅草扑就的窝巢内 浓郁的金色凝聚为一道人形目标 金色缓缓退去 对方的庐山真面一点点浮现 首先 是一双修长银润的血腿 之后则是完美的腰臀曲线 腰间围着用灵气浓郁的树叶编织成的短裙 上身也一样 圆润挺拔的胸脯子上挂着两片荷叶状的树叶 让人莫名会想起奶盖二字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我们汉文字的博大金身 金色持续退去 在网上 其长血白的脖梗 精致俏丽的脸蛋 以及一头银白色 却一点也不违和的长发 这辅助领主 居然是一位少女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获得辅助领主弗雷亚 丁继麟剑没一扬 可惜啊 尖家仅仅直晚了 几秒钟出龙族领地 不然这弗雷亚 就是他的了 本章完 超神玩家 第492章 龙族的勇士们 冲啊 作者 诗落叶 五 一束温暖的阳光 从空中泄落在简陋的圣龙之潮之中 少女弗雷亚的长长睫毛 缓缓颤抖了一下 逐渐从千万年的沉睡中行转过来 她缓缓坐起身 慵懒地玉碧抬起 抬起后 胸前满是绝眉景色 下一刻 这位S级金色辅助领主 就看到了从天而降的丁继灵 只见这位领主大人 一袭极品龙甲 身后背着一柄性知见俏的长剑 一头短发 一双眸子里 满是正气凛然地 看着自己的胸脯子 啊 弗雷亚俏脸一红 急忙抬手用树叶做的衣服遮掩了一下 旋即起身 冲着丁继灵单膝跪地 恭敬无比地说到神圣巨龙一族圣女 弗雷亚 参见领主大人 她的发丝之间 有两根尖尖的金色龙脚 显示着她不是人类 而且 她拥有一双金色的菱形毛子 显然也不是人族能有的 无处不佐证着 这是一位拥有神圣龙族血脉的存在 嗯 丁继灵看向她 笑道弗雷亚 初次见面 你好啊 弗雷亚俏脸通红 这位领主大人还挺好的嘞 她笑着点头领主大人好 说着她拽了拽自己的树叶衣裙 道我从沉睡中醒来 这一睡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过去了 如今这副一不蔽体的模样见大人 实在是有些唐突 还请领主不要怪罪 何罪之友 丁继灵见没一扬这样挺好的啊 弗雷亚的俏脸更红了 嗯 丁继灵沉饮一声 不再欣赏NC的身材 打开了弗雷亚的面板 发现这位S级辅助领主 目前的技能只有一个 但相当实用 血脉根源 提升洞天内所有龙族单位的30攻击力 相当实用 简单粗暴的一个技能 这么一来 丁继灵的这座领地的战斗力会很强 100个兵能发挥出别人130个同等级兵种的战斗力 等到后期 大家的兵力都上万 上十万 百万的时候 那这种提升 就会愈发的明显 总之 这个弗雷亚的获得 赚大了 领主 弗雷亚抿着红唇 到如今 龙骨内百废待兴 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资源 扑从 建造更多的巢穴 来发展壮大 说着 他翘脸一红 低头看了看 自己的身体 到城池变强了 我也可以更换一些更好看的衣服了 嗯 丁继灵点点头 弗雷亚作为辅助领主 继续道 首先 我们需要获取一些资源 领主大人 可以带着我们的城池 攻打一些触及伐木场 金矿 金矿等 逐渐积累资源 为我们下一步的扩张做好准备 知道了 丁继灵点头一笑 但他不会按照弗雷亚的路子走 这是普通玩家才会走的过程 那样太慢了 而每一位领主的体力值 都是100点 每出击一次 消耗10点体力值 这些体力 是不该浪费在那些低级资源身上的 下一刻 他在工会里说到 咱们有人在水魂秘境吗 拉剑 我过来搞一搞领地系统 顿时 数十道行会穿云剑飞起 丁继灵随便选择其中一枚 接剑后 与拉剑者打了个招呼 之后 就一头钻进丛林中了 打开包裹 一道圆形领地图标 静静地躺在包裹里 不可掉落 不可交易 这是玩家将领地收入包裹的状态 他直接将领地放出 顿时啪哒一声 一道圆形的领地灰迹出现在大地图中 丁继灵想了想 换个名字吧 初始名字叫魏武一风的领地总感觉不太好 于是顺手改了名字 叫巅峰之城 既然选择了龙族领地 那可就一定要会当领绝顶了 领主大人 弗雷亚在领地内笑着说道 我们可以搜寻目标了 丁继灵骑程着白龙马 就站在领地一旁 在游戏大地图中 他的领地其实就是一个图标 大约有马桶 这么大 可以控制这座城池 去攻打别的大地图上的目标 右上角 一道图标泛起光辉 动天视野 这也是一门领主系统的必修课 进入动天视野之后 才能看到领主系统里特有的一些目标 建筑物等 于是 丁继灵直接开启动天视野 刷 一道战蓝色波纹 从他脚下绽放开来 波及上百米远 顿时水魂秘境中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看到了 距离他十米外 一名提着战斧的半兽人雕像 立于原地 当丁继灵选择他为目标的时候 显示兵种半兽人 LEX100 打掉之后 可以获得300领主金币 没什么用 打这种野生单位 纯粹的是浪费时间 丁继灵侧马继续向前 他的巅峰之城移动速度很慢 大约是步行玩家移速的三分之一 所以得稍微等一等 如果不等的话 别的玩家来了 是能操控 自己的领地过来干你的领地一下的 那时候的损失 就难以估量了 再往前 一座灰蒙蒙的建筑 出现在临边 淡淡的有点臭味 如果不是老鸟的话 会以为那是一座野外的茅坑 但事实上 那是一座初级地金宝库 兵力共计300 打掉之后 可以获得领主金币和水金 也没什么意思 都不是丁继灵想要的 继续向前 穿过眼前的一片林子后 在一片灌木丛中 他终于发现了一座 自己想要的野外建筑 在洞天视野中 一群野猪 巩护着一座小小的龙形建筑 初级龙窟 打掉之后 可以随机获得一种龙族兵种 这个 才是王道 丁继灵沉吟一声 找出花花 让超级大熊猫 清空了一地的野猪 之后 带着巅峰之城上前 锁定出击龙窟为目标 发动指令攻击 啊 巅峰之城内 弗雷亚立于圣龙之朝中 目光楚楚地说道 领主大人 敌人太过于强大了 我们真的要进攻吗 会全军覆没的 确认 全力进攻 丁继灵扫了一眼 巅峰之城内目前的兵力 有两种 蒲丛 L-E-X-100 幼龙 L-R-X-100 这是系统赠送的兵力 一共200个 其中 蒲丛是炮灰 而幼龙则略强一点 也是炮灰 丁继灵迅速编队 将200个低级兵种 全部编入战斗序列 顿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几方的编队状态 战斗沙盘上 几方一共有十支编队 前排五支 后排五支 其中 丁继灵将前排的五支 每一支都只编入一个蒲丛 将主力都放在了后排了 这样做 其实是一种取巧方式 领主洞天的领地战斗 是一种沙盘式回合制游戏 双方各派出十支队伍 位于沙盘两侧 然后速度快地先行 率先靠近对方的单位时 就能获得一次优先出手的机会 与英雄无敌的机制 几乎一模一样 而初级龙窟 一共有300兵力 200头幼龙 100头火龙 火龙是龙族的六级兵种 速度8 攻击距离20 而沙盘双方初始距离就是20点 所以 火龙是能率先出手 原地就发动对目标攻击的 而且 这种野外建筑的机制 是几方远程会优先攻击对方的前排 恰好 触及龙窟的100头火龙 是编程一组的 所以 每回合这100个火 龙只能攻击几方一个单位 丁继琳将5个仆从编程5组放在前排 其实就是为了浪费对方火力的火力 为自己这边 创造杀伤对方单位的机会罢了 刷 一缕光辉飞起 巅峰之城发动了对出击龙窟的战斗 丁继琳在大地图上的身形 瞬间变成了虚无状态 玩家操控领地干架的时候 自身处于无敌状态 别的玩家是偷袭不了的 下一秒 一座巨大战斗沙盘出现在前方 丁继琳的形象立于己方一侧 一旁站着美女辅助领主弗雷雅 弗雷雅伸手一指龙族的勇士们 冲啊 哇呀呀呀有 一群蒲丛 还有幼龙发动了冲锋 对方后排的一百火龙率先出手 直接一口远程龙溪 将丁继琳这边的一个蒲丛 烧得连扎都不剩了 出身未结身先死 惨烈 但丁继琳编成了五组的剩下兵力 却在缓缓前行 最终 与对方的二百头幼龙厮杀在一起 然而根本打不过 转眼间巅峰之城的军队就全军覆没 一个大大的灰色失败 横跟眼前 丁继琳眯起眼睛露出一抹笑容 问题不大 这一仗虽然输了 但绞杀了对方四灵家头幼龙 已经算是很有掌握了 而他要利用的机制 其实是领主系统开通后 新的领主的前十次战斗造成的损失 是有全额补偿的 并且 前十次战斗不消耗体力 这就是丁继琳敢这么越击岛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机制 野外单位被攻击后 短时间内兵力是不恢复的 所以 只要丁继琳连续不断地进攻 是肯定能消耗掉这座出击龙窟的 而一旦出击龙窟 能掉落一种远程高级兵种给他的话 哪怕是数量稀少 丁继琳也是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滚雪球的 这是一场豪赌 赢了 吃香的喝辣的 输了 乖乖的 去走新手教程 连番不断地攻击 第六次进攻后 这座出击龙窟前排的二百右龙 已经全军覆没 只剩下后排的一百头火龙了 胜利在望 当他再次发动进攻指令的时候 圣龙之巢内 鼻青脸肿的弗雷亚说领主大人 一定要这样做吗 弗雷亚已经很疼了 丁继琳已经狂热了 剑刃朝着前方一指 沉声道冲吧 弗雷亚 你要相信我 嗯 小姑娘重重点头 鼻青脸肿的抬手龙族的勇士们 冲啊 本章完 超神玩家 第493章 局报大队的忧伤 作者 施落叶 连续九次全军覆没后 弗雷亚的一张翘脸 肿得跟中了面目全飞脚的秋香一样 他奄奄一息到领主大人 弗雷亚让你失望了 我要去了 连续失败太多次 辅助领主是会失去忠诚 逃之夭夭的 丁继琳一咬牙 到最后一战 这一战如果打不赢 我跟你一起跳牙去 此时 这座出击龙窟里 仅仅只有五只火龙了 这要是打不过的话 就见鬼了 半分钟后 大获全胜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初级龙窟 获得奖励 火龙X20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 由于你是第一位 击败初级龙窟的玩家 额外获得奖励 火龙X40 果真奖励了火龙 丁继琳心跳 砰砰砰的加速了许多 没有赌错 触及龙窟奖励火龙的几率相当高 只是前期比较难打罢了 而且还有额外奖励的40头火龙 自己的后排 可是一下子就有60个火龙了呀 爽翻 可以滚雪球了 下一刻 他将60个火龙分成五组 编队在了后排 前排则依旧是200个低级进战兵种 玄机 带着巅峰之城 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途中 看了眼龙骨中的建筑 直接升了一个一级地学 地学冰营类建筑 可以招募一级冰种蒲丛 而招募蒲丛消耗的物资很简单 少许的水晶与领主金币就可以了 于是 丁继琳的下一个目标 锁定了一座初级地金宝藏 恰好 地金宝藏掉落的 就是水晶和金币 按照他的计划 下一步就是刷几座地金宝藏 多掉落一些水晶 金币 用这些资源 多招募一点蒲丛 将这些蒲丛当成炮灰 再次挑战初级龙窟 争取一股作气获胜 继续积累更多的火龙 毕竟 灵级主机的城池 就能使用六级超远程兵种 这是所有玩家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不久后 抵达一座地金宝藏前方 一个个地金从宝藏里探头 盯着丁继琳的方向 怒吼到一个丑陋的家伙 想打我们的主意啊 家人们 守护我们的宝藏 消灭掉它 进攻 丁继琳剑刃易扬 颇为飞扬跋扈 初级地金宝藏 只有二百名守卫 而且都是低级近战兵种 好打得很 依仗着后排的六十个火龙的远程攻击 丁继琳仅仅消耗了三十三个仆从 就将这座地金宝藏给拿下了 第一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初级地金宝藏 获得奖励金币X2000 水晶X2000 血赚 按照领主系统的战斗规则 获胜方只承受时的战损 四舍五入下 丁继琳这一战 只损失掉了三个仆从罢了 而每招募一名仆从 消耗也仅仅只是金币X20 水晶X20而已 耗材 便宜得很 当场招募一百名仆从 编入小队 继续战斗 动天视野中 丛林内的初级地金宝藏很多 毕竟是大部分玩家前期唯一能打的少数野外单位之一 所以找起来不麻烦 丁继琳连续打掉五座地金宝藏后 将所获资源 尽数投资到了仆从身上 下一刻便已经拥有接近578名仆从了 他毅然转身 策马走向了刚刚路过的 一座初级龙窟 将578名仆从 编成五组 其中四组都是一人 剩下的一组是574人 将利益最大化 初级龙窟前 身穿叶片短裙的弗雷亚 有些害怕 到领主大人 真的又要挑战这么可怕的存在了吗 放心 这次肯定不一样了 丁继琳笑道放心大胆地冲吧 是 双方进入战斗 弗雷亚一抬手 给所有军队加成了30的攻击力 旋即 60头火龙开始对着对方乱喷一气 而对方的火龙也开始乱喷几方这边的进展单位 最终 如同预料中一样的获胜 全灭对方 几方战损124个扑从 获胜方只承受战损的时 所以丁继琳一共失去了12名扑从 已经完全没有太大压力了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初级龙窟 获得奖励火龙X50 动人的铃声中 丁继琳激动不已 又是奖励的火龙 而且这次一口气奖励了50个 应该是已经触发了初级龙窟的奖励上线了 如此一来 他的巅峰之城内 就已经拥有一百一十头火龙了 俯瞰洞天内的景象 只见五百家扑从 正在大地之上 组成步兵方阵 操练战绩 而空中则有一头头火龙盘旋 一旁的山岩上 也匍匐着一头头的火龙 看起来已经颇有一点兵强马状的感觉了 与一开始的步毛之地景象 有天壤之别 迅速将五十头火龙编入队中 丁继琳有种肘肘满致的感觉 最艰难的开荒期 已经过了一半 仅凭手中的这一百一十头火龙 他其实就已经可以横扫一片了 却就在这时 他的洞天 视野呼地泛起了一缕缕血色光辉 紧接着 耳边传来了额一道铃声 叮 系统提示请注意 玩家举报大队的城池 即将对你的巅峰之城发起攻击 大地图上 一座血红色的圆形领地图标 正在飞速接近 这种情况下 已经触发预警 其实是有多种选择 可以将自己的领地收入囊中 必战一波 也可以带着自己的领地 逃之夭夭 最后一种选择 就是应战 举报大队 丁继琳抬头看去 那是一个雾蒙蒙的身影 对方已经将身形藏入领地了 所以丁继琳想冲上去 把对方也砍了 也是不可能的 而这个名叫举报大队的弓箭手 是奥天神域的人 一名A级弓箭手 没听说过 想必 对方是觉得 今天大家都是刚刚开启的 第一波的领地系统 所以 自己有资格欺负一下丁继琳 这不就来了 他想的有点多了 大约觉得丁继琳游戏中的 K玩得溜 领地系统未必也溜吧 毕竟领地系统与个人战力 其实是没关系的 全靠玩家自己的运筹帷幄 是真正玩起来 要动脑子的一种模式 所以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许多顶级玩家都很痛苦 许多S S的玩家的领地系统 玩得可谓是一塌糊涂 而一些L评估 只有ABC的玩家 却将领地系统玩得出神入化 这些都是正常的 举报大队也是这么想的 你丁继琳不就是战术思路好 反应速度快吗 这领地系统是靠脑子的 你曹贼有脑子吗 所以 他算是完全低估了丁继琳的谋略了 丁继琳昂首挺胸 身形引入了巅峰之城中 化为巅峰之城 上方的云层上空的 一座巍峨身影 一席戎甲 手握利剑 沉升道 给我迎战 全程戒备 击败对手 哄 两座玩家的领主 动天撞击在了一起 开始了丁继琳的第一场领主K 刷的一声后 双方的阵容出现在了眼前的K大屏幕上 顿时丁继琳一愣 这举报大队果然有点东西 他的城池居然是稀有级的精灵种族 兵种只有精灵 小精灵 都是低级兵种 一共无组 看不到数量 嗯 举报大队更惊讶 看到对阵阵容的时候 脸都快要绿了 丁继琳这丝居然是超稀有的龙族啊 这也就算了 前排的蒲丛 右龙自己都认识 图鉴上有的 但后排的那五条火红大蜥蜴 是怎么回事啊 看不清数量 会不会很多啊 妈的 举报大队心神一颤 感觉可能是踢到钢板了 进攻 弗雷亚抬手一指 给拳 体加上了三十的攻击力 顿时速度最快的火龙 开始先喷了起来 每组二十二个火龙 第一口喷出去的时候 哗啦一声 举报大队那边 就死了六十个小精灵了 等到第二组火龙在喷的时候 又是六十个小精灵 第一回合 五组火龙全部喷完后 三百个小精灵就已经没了 我他妈的 举报大队大惊失色 丁继灵 你这到底什么兵种啊 卧槽 怎么打得这么疼啊 丁继灵眯起眼睛 笑到稍后 你自己看看战报不就行了 他根本懒得搭理这种人 大家都在领地开荒冲资源 你小子居然来K 这是你自己自取其辱的 完了 举报大队脑门上的青筋 都爆出来了 小精灵是精灵族的一级兵种 数据很差 速度只有三点 比火龙的八点速度慢多了 肯定是晚出手的 而移动则是七点 相当于每回合 已经向前移动七格距离 而双方的距离是二十格 这意味着 就算是直线距离的移动 小精灵至少也要第三回合 才能攻击到对方的远程目标 好死不死的 第一回合 丁继灵让前排的近战 全部原地休息 一步都没往前走 所以 举报大队甚至想摸摸对方的近战兵种 造成一下损耗 都变成奢望了 丁继灵 你他妈要不要脸啊 这样玩 举报大队的心态要爆炸了 丁继灵身为领主 形象浮现在领地上空 撑着长剑 龙族圣女弗雷雅 坐在她的宽阔肩甲上 笑着对举报大队说道 玩不起就别玩啊 不是你要主动攻击我的吗 想看我的兵种 之后 自己看战报去啊 战斗结束 举报大队的身形 缓缓从虚无中走出 他二话不说 直接接舰走了 生怕被走出洞天的丁继灵 一箭砍死 而就在他安全之后 急忙打开自己的战报 却发现了一行 让他无法接受的提示 弟 战斗结果 我军全军覆没 共计战损小精灵 X762 精灵X122 由于我军是战败方 损失战损30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 小精灵X229 精灵X37 弟 战斗结果 由于我军击杀对方单位 未超过对方兵力总数的25 无法查看对方单位 啊 举报大队心态全炸了 破口大骂到丁继灵 你他妈的圣儿子没啊 本章完 超神玩家 第494章 貂蝉 作者 失落夜 丁继灵深吸了一口气 昂首挺胸的立于领主洞天的上空 浑身透着水雨争风的契机 没什么好说的 妈的虐才真爽啊 战斗沙盘中 跳跃出金色的胜利二字 紧接着 耳边响起了一道铃声 弟 战斗结果 我军大获全胜 共计战损蒲从X40 由于我军是战胜方 损失战损石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蒲从X4 战斗获胜后 掠夺对方物资 金币X3122 金矿X1892 木材X3121 石料X1992 爽发 玩家之间的每一场K 分出胜负后 失败方当前的25资源 会被掠夺 所以 到了后期 就有许多玩家 依仗着主城级别高 兵力强盛 英雄强度高等优势 不断地掠夺别的玩家 已经放弃去攻打高等野外单位了 弱弱强食 游戏中向来如此 继续 丁继麟提着腾龙剑 策马跃出了领地洞天 旋即带着自己的巅峰之城 就行往前走 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如今兵强马壮 没什么好说的 继续打初级龙窟 积攒更多的高级兵种数量 不久后 洞天事业中 又有一片野外建筑 隐隐绰绰地出现在了丛林中 其中有两座初级地金宝藏 一座初级伐木场 一座初级龙窟 之外 还有一个泛着金色光辉的许愿之权 许愿之权是好东西 打掉之后 可以获得指定兵种卡 想要本足的哪个兵种 就指定哪一个 可惜 这是个高级许愿之权 兵力比丁继麟的多了许多 而且都是高级兵种 根本没得打 就不要去自取其辱了 唯一目标 那座初级龙窟 服了呀 丁继麟锁定初级龙窟 沉生到冲锋 给我攻下这座初级龙窟 是 领主大人 弗雷雅挺秀的身姿 奥利于领地上空 伸手朝着前方一指 笑道龙族的勇士们 冲吧 下一场战斗已经来临了 又是一番血战 依旧简单 以巅峰之城目前的战力 打出级龙窟 已经算是危损了 仅仅损失了二十家个一级兵种 就把龙窟给打下来了 这是别的玩家想都不敢想的 进攻完成的瞬间 一道铃声在耳边响起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初级龙窟 获得奖励 白龙X10 嗯 白龙 丁系统哑然 龙窟掉落新的兵种了 这白龙是龙族领地的八级兵种 与火龙一样 都是远程 兵种 有强大的先发优势 但攻击力 血量 防御等等更强 于是 丁系统把火龙 白龙的兵种属性 都拿出来 稍微对比一下 顿时一目了然 火龙L6攻击 5075 防御60生命值 200速度 8攻击 距离20运载300口粮 5特性 龙息 捉痛 白龙L8攻击 80125 防御80生命值 280速度 9攻击 距离20运载400口粮 5特性 白龙 之息 基本上 属性提升了一个档次 白龙的速度是9 比火龙更早出手 攻击力上限是125 打人更疼 此外 防御 生命值略高一些 也更加的耐揍 被对方攻击的时候 也更能扛一些 总之 火龙家近战 初级兵种 这是丁继灵开荒期的配置 到了中后期 肯定是要向白龙家 初级兵种转化的 而到了大后期 什么火龙 白龙就都是浮云了 必然是冰霜魔龙家 神圣巨龙的顶级组合 龙族的近战 远程两大顶级兵种 数量上去了 打谁都是横推 白龙虽然数量稀少 但不能浪费 编入战斗小队 于是 后排的五队 就变成了白龙X11队 另外的四队 则是每队二十加个火龙 远火能力稍微的加强了一下 弟 一条消息 来自于灵兮兮兮兮 酒馆有用不 酒馆 丁继灵精神一震 你发现酒馆了 什么级别的酒馆 初级的 灵兮兮到我不敢打 显示兵力十分强盛 不是目前的我所能挑战的 好东西啊 丁继灵到酒馆是招募英雄的单位 只要打掉之后 就能获得一次招募英雄的机会 英雄能增加领地兵力的战斗力 所以很重要 要不 你不打的话 拉键拉我一下 我去打 好 下一刻 一道金色穿云剑 在丁继灵的界面又上方飞起 他迅速将领主洞天收入囊中 顿时巅峰之城 化为一道原型灰迹物品 出现在了包裹内 领地城池收入囊中 就能带他去任何地方了 能起到一个顺移的效果 当然 也不能无限收入囊中 按照系统规则 每小时只能将领主 动天收入囊中一次 这么一来 就杜绝了玩家乱飞的混乱现象 刷 一片葱龙丛林中 丁继灵出现在林兮兮身边 他身头看了一眼林兮兮的城池 经不住失效 林兮兮已经攒到1100加小精灵了 想必前期就是靠这一级兵种 横推任何野外单位获取资源的 也对 很多新手开荒都是这样的 显然 林兮兮在林主动天上的造诣 比在游戏操作上的造诣要强很多 他的这个精灵族城池 最后再差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组队状态 可以看到对方城池兵力 所以林兮兮也看了丁继灵的城池一眼 经不住压然这 这高级兵种哪来的 打初级龙枯掉落的 丁继灵不经意到等到你兵强马撞 差不多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打初级精灵森林 也能随机掉落精灵族的兵种 虽然数量不多 但慢慢积攒起来也是相当可观的 嗯 林兮兮笑道那我走了 继续刷资源去了 你慢慢打 好 林兮兮离去之后 丁继灵再次查看了一下巅峰之城的编队情况 旋即看向前方的这座初级酒馆 在大地图上 酒馆的模型很小 大约也就冰箱那么大 隔着门能看到里面有舞女在跳舞 甚至能听到马头琴的声音 酒馆的攻略难度比龙窟要高 因为本身就是特殊单位 这个酒馆是兽族的酒馆 守军有五百之多 其中二级兵种苦弓三百个 四级兵种猎头者二百个 猎头者是远程兵种 攻击距离不高 需要向前走一步 第二回合才能攻击丁继灵的目标 所以不急 慢慢来 进攻 一声令下之后 巅峰之城发动了对初级酒馆的一场战役 丁继灵的布局依旧明确 前排采取662-100-111的战位 尽量让那三个数量唯一的进战单位多吸引火力 一时间 领地上空乌云滚滚 一场空前的艰难战斗开始了 进攻吧 我的勇士们 弗雷亚一声令下 大战开始 初级酒馆的三百个苦弓不断向前突进 二百个猎头者紧随其后 苦弓是二级兵种 颇为皮厚肉糙 所以 丁继灵的一百二十个远程兵力 第一回合 居然没有杀光 以至于第二回合 就必须承受猎头者的攻击了 好在 蒲丛太多 死一死也没关系 当二百个猎头者 对662个蒲丛 发动一次骑射投掷的时候 丁继灵的心 也跟着颤了一下 啪哒 一声 662 变成了425 疼啊 双方绞杀 整整杀到了第四回合的时候 才终于把这个初级酒馆的兵力 绞杀干净 而此时 丁继灵的一级蒲丛 还剩下二百家 损失了四百家 作为战胜方 实际损失46个蒲丛 也还算是比较能接受 获胜界面浮现 耳边一道铃声响起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初级酒馆 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位 击败初级酒馆的玩家 获得一次稀有级招募英雄的机会 丁继灵缓缓走上前 与酒馆对话 选择招募选项 顿时刷的一下 一道英雄列表浮现在眼前 有各种颜色 领主系统中 从酒馆中招募的英雄 有品质高低之别 从低到高 依次为白色英雄 绿色英雄 蓝色英雄 紫色英雄 橙色英雄 以及 橙色名字的英雄是最猛的 不但三维数据凶猛 就连技能也是相当凶猛的 丁继灵眼前 赫然有一个英雄 是紫色名字的 我草 他心头颤抖 不是吧 第一战就给紫色英雄 这多少有些唐突了 那紫色英雄 是一个手中提着长弓 前突后翘 身穿皮甲的女子 长得极美 眉宇间都淡淡的英气 当丁继灵的目光 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立刻笑着盈盈一拜 笑到公子奴家有礼了 哎妈 一般人谁受得了啊 不愧是紫色英雄啊 丁继灵点开这紫色英雄一看 一级就有的一个技能浮现眼前 远射提升时的远程兵种攻击力 并且远程兵种每次攻击时 有二十几率眩晕目标一回合 牛了 与丁继灵目前的发育套路 完美契合呀 这远射加持给巅峰之城的后排的话 岂不是无敌了 每回合几乎都有一次机会 眩于目标的单位 按照目前大地图上 低级单位的兵力 都凑成一团的情况 这个技能的作用 将远超想象啊 紫色英雄 相当不错 就是招募费用太贵了 五金币 一般玩家还真玩不起 幸好 丁继灵有的就是金币 别说你是紫色英雄 你现在就是来一打橙色英雄 他也能把你给全招募于挥下了 啪哒 一声轻响 全服第一个紫色英雄 落入了巅峰之城中 手握战功 肤白貌美 身骄体柔 丁继灵当即给他起了个名字 貂蝉 本章完 超神玩家 第495章 介入战斗 作者 施洛夜 啪哒一声 貂蝉落在了巅峰之城 编队的领军将领位置 这种位置一共有五个 天下的领主系统中 领地攻阀的最高配置就是一个辅助领主加五名领军将领 当然 这对于目前阶段的玩家而言都是奢望 别说五个将领 超过99999的玩家一个都没有 目前唯一能获得将领的方式就是打酒馆 酒馆兵力强盛 能打得过的玩家真心不多 更何况酒馆的刷新十分稀少 所以 很多玩家都不必考虑了 现阶段 大部分的玩家都是裸兵硬干的 谁像他丁继琳啊 一个S级辅助领主 外加一个紫色战将貂蝉 太他妈的奢侈了 呼 丁继琳提见策马 继续游移在大地图上 开着动天视野 到处寻找下一个目标 目前 他的体力已经所剩不多了 所以 每次攻略的目标选择 都要相当谨慎 最好是出击龙窟 否则就干脆别打了 可是 大地图上哪有这么多的出击龙窟啊 于是 走着走着 呼得两座雾蒙蒙的建筑 出现在前方 居然是两座相互毗邻着的 出击帝王陵 帝王陵 领主系统中的一种较为稀有的野外单位 攻略之后 可以获得本族的高级兵种卡 此外 还有获得大量资源 也算是性价比较高的野外单位了 而且 两座出击帝王陵靠在一起 这也太他妈的匪夷所思了 丁继龙摸摸脑瓜子 这是什么运气 我他妈的 该不会是个主角吧 进攻 出击帝王陵 强度跟出击酒馆差不多 基本上都会让丁继龙 损失数十名低级兵种 但没关系 出击帝王陵掉落的资源会相当多 而低级兵种是招募 是不需要时间的 直接瞬间招募 所以 这笔生意 注定会做得相当直当 当丁继龙发起进攻号令的时候 整座巅峰之城的兵力 都动员起来了 进攻进攻 弗雷亚握着粉拳 浑身龙气生腾 貂蝉则提着战弓 手掌一扶 一缕火红色光辉席卷而去 在所有的远程单位身上 都加持上了一道buff印记 加持了10的攻击力 此外 还有20几率攻击眩运效果 兵强马壮啊 丁继龙躊躇满志 编队完毕之后 直接发起战斗 这种战斗 基本上是可以躺赢的 不到一分钟 战斗结束 一道铃声在耳边响起 第一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初级帝王龄 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位 击败初级帝王龄的玩家 获得超级奖励指定兵种卡X1 金币X5000 金矿X5000 木材X5000 石料X5000 奖励相当丰厚 直接使用了这张指定兵种卡 选定本族6级兵种火龙 显示可兑换50头 而如果选定8级兵种白龙的话 则显示可兑换25头 当丁继龙选定10级 神圣巨龙的话 则只能兑换5头了 丁继龙算了一笔账 50个火龙的总攻击力 是3750点 而25头白龙的总攻击力 则是3125 神圣巨龙的总攻击力更低 所以毫无疑问选择了火龙 智者误实不误虚 他可不会去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 换成许多玩家 肯定先搞5个顶级兵种 神圣巨龙玩玩再说了 兑换完成的那一刻 巅峰之城的火龙总数 达到了160只 继续 攻略第二个初级帝王灵 一分钟后 迅速解决战斗 如此一来 再次获得了一张兵种卡 此外4种资源 各增加了2000点 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确实能得到额外不少好东西 此时 6级兵种火龙总数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10头 放眼国服 这座巅峰之城的战斗力 如今都算是核弹级别了 午后 丁继林再次刷了几个初级龙窟 可惜 都没有出高级兵种 给的清一色的蒲丛 下午的运气 远不是上午能够相提并论的 好在 资源攒下了不少 体力耗尽 该修生养息了 丁继林看着巅峰之城 各项超过一点的资源 心中无限满足 开始点各种建筑了 首先 是城外的资源田 金矿 粮田 伐木厂 采石厂 阴点 进点 全部都点上一级 再说 领主系统中 必须把初始建筑都点到一级 才能升主基地 于是 一直升到下午三点许的时候 所有初始建筑 全部上一级 丁继林激动地将圣龙之潮升一级了 升级时间五小时 要到晚上的时候 才能升到一级 不急 忙一些别的事情 刷 一缕白光飞散 丁继林的身影 出现在了天空之塔 迅速上七层 然后在七层的露台上 将巅峰之城放了出来 按照规则 领地在玩家包裹里的时候 生产会停止运转 必须放在大地图上的时候 那四种资源的生产力才会奏效 才能源源不断地出货 对于丁继林而言 全天下还有什么地方 比天空塔七层更安全的地方呢 嗯 石兰一席荣甲 立于丁继林身 后 眯起眼睛 看着他将巅峰之城放下后 道亨 这是传说中的洞天伏地吗 不知道啊 丁继林弱弱道对于准神经而言 这种应该都是一些小技巧手段 不值一提的 石兰玩儿也不是这样 道 本身就是从小而起的 哪有人能一步登天 一眼就看到大道的寂静的 那是不可能的 丁继林点头所以 今天有什么任务 给我吗 没有 行 他幸幸然 又去找了陈霜 青雷等人 最终 还是湘灵比较好 给了他一个A级任务 于是聊胜于无 开开心心地去练集了 晚上 六点许 仙灵 食堂 用餐的时候 气氛十分热闹 因为新系统 新玩法的关系 谢谢 陈家 监家等人都很上头 特别是监家 随机到了超稀有荣誉 所以 玩灵主系统相当的用心 初级精灵森林太难打了 风吹三雾皱着眉 到我一共1200个一级兵种 和300个二级兵种 打第二次才过的 全军覆没了一次 损失惨重 好在奖励了50个6级远程兵种 数妖 相当的好用 三雾真是敢打敢冲 丁继林赞许道 丁对 监家端着饭碗 一屁股坐在了丁继林面前 到我1400家仆从 200家幼龙 20只白龙 什么水平 能跟你一较高下不 不能 下一位 丁继林瞥了他一眼 心想我210头火龙 你拿什么跟我一较高下 我曹 不是吧 谢谢端着饭碗 坐在了监家一旁 雅力兵力如此强盛的吗 比我的都强一点 那20只白龙怎么来的 打出几龙哭抱的呗 风吹三雾笑道 谢天帝该不会不知道 本族野外单位 能掉落随机兵种这一说吧 我哪知道啊 谢谢一拍大腿 我一整天光打资源了 升到一级主城后 招募了1400多一级兵种 和400多二级兵种 别的就没了 恕我直言 陈家笑道一级二级兵种 再多也只是炮灰而已 打赢了还好说 只损失时 万一输了 那30的真实损失 是你无法承受的 确实 盯记零点点头 大家玩领主系统的时候 都注意一点啊 不要太过 于激进冒险 不然输一次 就要伤筋动骨了 大家记得升主城等级 升到一级再说 慢慢发育 稳步前进 还有 在大地图上的时候 小心一点 当你决定打野外建筑的时候 小心周围 别人是能介入战斗的 别到时候做人嫁衣了 嗯 众人纷纷点头 晚上 继续运营领地系统 八点许时 伴随着一道铃声 巅峰之城的核心建筑 圣龙之巢 终于升到一级了 也就在圣龙之巢 升到一级的时候 城池效果系统开通了 顶 系统提示 恭喜你 你的领地巅峰之城 升至一级 你获得领主效果 暴击加三 攻击力加十 加成效果相当不错 但不是所有的一级城池 都能加持三的暴率 目前 大部分玩家的一级城池 仅仅只加持了十二的暴击率 为什么 无非是城池战斗力太差 无法加满效果 丁继林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带着巅峰之城去寻找目标 伴随着时间的流淌 大约每小时都恢复十点灵主体力 也就是说 一小时平均打一次资源 得珍惜着一点用 于是 丁继林版地图的找出级帝王灵 帝王灵在奖励兵中卡之余 还会得资源 这一点太重要了 优先级比龙窟还高 只是帝王灵太稀有 所以很难预见 一直到十一点许 丁继林又打掉了四座帝王灵 火龙数量成功提升至410头 多余的资源 则招募了一下一级炮灰蒲丛 将蒲丛的总数提升至1500加 这一刻 巅峰之城真的算是兵强马撞了 一般的玩家 想来碰一碰 那都是送的 沙沙 一片灌木丛中 丁继林将巅峰之城 藏在了后世的植株内 就让它在野外过夜 一来 能长资源 二来 这座灌木丛的旁边 有一座出击许愿之泉 明天一觉醒来 就满体力了 上线直接开刷 为了保险起见 它开了城池 被攻打报警 一旦巅峰之城被攻击 自己手机能收到通报 可以用房间里的备用游戏头盔 直接上线拯救一波 次日 上午 刷 丁继林上线 第四百九十六章 终极酒馆 作者 失落夜 清晨 竹风之刃 今天的心情不错 上线的时候 收到宣渊公会里 那个研究生女孩 昨天晚上给她留的晚安 你也早点休息的信息 心里那个滋润 再加上上线不久 就在附近的林地里 发现了一座初级许愿之权 这玩意稀有啊 今天真是各种顺 于是 竹风之刃指挥着自己的竹风之城 悍然发起了对许愿之权的攻击 经过竹风之刃 昨天一天的努力 竹风之城的兵力愈发强盛 其中 一级兵种骷髅兵 高达1900家 相当虎人 二级兵种石石鬼 足足有400家 甚至就连三级兵种巨口鬼族 都有200家 总兵力超过2600 所以 竹风之刃 莫名有了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初级许愿之权的总兵力500 虽然有六级高级兵种 但也不算什么 他竹风之刃 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于是 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中 1900家骷髅兵被杀的 只剩下1200家 石石鬼也剩下不到200了 但 许愿之权的兵力 也只剩下最后的一点残留了 目前 所有国服顶尖玩家的想法 其实都一样 在国战开启之前 将领主动天升到10级 尽量吃满30的暴率 和100攻击力的buff 这两大效果 几乎是纵横国战的必备条件 不然等到国战一开 跟国外的那些顶尖高手 就难免要吃亏了 然而就在这时 呼的竹风之刃的界面上 出现了一道血色提示栏 系统提示请注意 玩家魏武一风 介入了战斗 顿时 长方形的战斗杀盘 变成了正方形了 丁继林家许愿之权兵力 对竹风之刃 来了一次传说中的脊脚之事 靠 竹风之刃想死的心都有了 怒骂一声丁继林 你要不要脸啊 脸是什么东西 某人到我一大早上线 就看见 你在旁边打许愿之拳 换成你 你能放过呀 竹风之刃咬牙切齿 但又觉得 真他妈的有道理 下一刻 新回合开始 丁继林那边 石头白龙先喷了 刷 竹风之刃这边 骷髅兵减少了三十家 顿时竹风之刃差点笑出声来 则则 还以为丁继林那边的白龙 有多厉害呢 看起来 最多也就各位说的白龙罢了 编队在后排 纯粹是唬人的 狗屁巅峰之城 七世道明 然而 就在下一秒 丁继林的编队中的一对火龙 喷出长长的龙溪 直接落在了竹风之刃的那一处 骷髅兵身上 二百四十四 啊 竹风之刃 吓得叫出声来了 这他骂的是什么鬼啊 一口喷掉了老子 二百四十四个骷髅兵 要知道 那一组火龙 足足有一百头之多啊 二 下一刻 另外三组火龙 也一起开火了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四 二百六十八 竹风之刃彻底崩溃了 大骂到我操你大爷的丁继林 这什么鬼啊 一回合就被秒掉了 刚好一千个骷髅兵 哪有这么玩的啊 这还玩个屁啊 丁继林一句话 不对竹风之刃说 只是不断地对领地动天内的弗雷雅 下令到弗雷雅 冲啊 乘胜追击 干他 一个兵都别给他留 必须赶尽杀绝啊 弗雷雅一张翘脸上 满是阴气 仅遵领主大人御令 给我杀 一个不留 结果 真的一个不留 直接将竹风之刃的兵力 给杀得干干净净 此外 许愿之权最后的一点兵力 也被丁继林给打掉了 顿时 两道无比悦耳的铃声 在耳边响起 这截胡的感觉 也太好了 爹 战斗结果 我军大获全胜 共计战损蒲从X128 由于我军是战胜方 损失战损十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 蒲从X13 战斗获胜后 掠夺对方物资 金币X5122 金矿X4892 木材X4121 石料X4992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初级许愿之权 获得奖励指定兵种卡 还是竹风之任父啊 这25的资源也太多了 让丁继林狠狠地吃了一口油水 此外 许愿之权奖励了一张A级兵种卡 这让丁继林有些纳闷 自己居然不是第一个攻略初级许愿之权的玩家 难道还有比巅峰之城更强的玩家领地不成 仔细想想 不太可能 自己玩的已经相当极限了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或许是几个玩家联手合作 拼着有几个人全军覆没的代价 用接力赛的模式 在短时间内磨掉一座高强度野外资源建筑 这应该是最大的可能性了 有许多宫会就是这么玩的 但那种宫会在凝聚力上会有问题 轩辕大盘多半也会这么干 下次遇见轩辕大盘的领地时 要小心一点 这货可能会憋着大招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脑子这么玩 不太清楚 直接使用指定兵种卡 这次是A级兵种卡 所以奖励较多 比例也有一定变化 最终丁继林选择了性价比最高的白龙 直接获得了四十头白龙 就此 他已然拥有五十头白龙了 丁继林 外界 竹风之刃大喊一声 你卑鄙无耻 你 迟早也会被别人截胡的 说完 一溜烟走了 竹风之刃是聪明人 运气不好被截胡了 他也不会多纠缠 直接将领地收入包裹里拉剑走了 如果继续纠缠的话 不但人会被杀 领地很有可能会被丁继林二次血洗 那可就真的亏翻天了 刷 丁继林提剑 月初领主洞天 发现竹风之刃已经走了 于是继续策马 带着巅峰之城到处闲逛 去找找有没有适合攻略的建筑 如今九十点体力 接近满体 太需要一场场战斗 来以战养战了 上午 九点半 丛林里到处都是朝露低剑的景色 一股新香的原野芬芳弥漫鼻尖 就在晨光的照射下 不远处刷新出了一座火红色建筑 建筑外有大大的酒黄 那中 有十几个身穿古装 身姿妖娆的年轻女子 正在清歌漫舞 甚至 丁继林能听到里面的背景音乐 戴上浓妆好戏开场 台上悲欢 接我独音唱 偏若浮云着霓裳 落幕并边皆染霜 真不愧是 天下的策划 丁继林蹲在酒馆外 看了足足两分钟 真好听 那些小姐姐们 跳得也好看 极尽风姿 难怪古人都喜欢这样 我丁继林 要是穿越到古代成了皇帝 我也一样 不想早朝 十有八九当个昏君了 听完 他缓缓起身 意犹未尽 看着眼前的这座建筑 终极酒馆 这就不得了了 酒馆本身就相当罕见 而且 这是一个中级酒馆 第一次打下的话 奖励或许也会是相当丰厚的 就像是昨天的初级酒馆一样 第一次攻略 居然刷了紫色英雄 一般而言 初级酒馆刷的最好也就是蓝色 不可能出紫色英雄的 那这个中级酒馆呢 首杀的话 如果能破格刷新 那可能就刷橙色英雄啊 橙色是顶尖英雄啊 一想到这里 丁继灵忍不住的有点振奋 但一看中级酒馆的兵力 他就有点黏了 太狠了 两千五百兵力 而且 这是一座稀有种族的酒馆 精灵族 这两千五百兵力 分布的相当合理 一级兵种 小精灵 数量一千二百 二级兵种 精灵 数量八百 四级兵种 精灵弓箭手 数量三百 八级兵种 奇美拉 数量二百 这是寻常玩家 想都不敢想的目标啊 特别是那二百个八级单位 奇美拉 超远程攻击 速度九十五 比白龙还要快一点 这二百个奇美拉 发动攻击的话 绝对 是毁灭性的 现阶段 这种兵力的野外单位 就是摆明了 谁来谁死 丁继灵皱了皱眉 他不服气 他就是想试试看 但是以巅峰之城目前的战力 上去打基本上就是送的了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悬念 目前巅峰之城的总兵力 也就1600加 单兵质量 还远不如对方 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性 但是资源多 可以瞬间补强 看着资源 丁继灵直接将心一横 将所有资源都拿来招募蒲丛 顿时 一口气招募了4000加蒲丛 让蒲丛的总量刚刚好来到了5200 极力数字 用爱的力量赶化终极酒馆 给刷个橙色英雄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下一刻 巅峰之城的总兵力达到了5000加 接近6000了 其中主力是一级兵种蒲丛 5200的数量 已经说明丁继灵的态度了 一级炮灰 就要有一级炮灰的觉悟 招募那么多的蒲丛 就是为了他们去送死的 进攻 他直接锁定中级酒馆 下令发动攻击 上 进攻 弗雷亚一声娇和 带着5000加龙族大军上网 双方进入战斗画面 战斗沙盘上 双方开始对阵 中级单位 布阵上已经不那么蠢了 对方的后排分为5组 每组都是100个单位 其中 两组齐美拉率先开喷 喷出了一道闪电 落在了数量1的蒲丛阵列上 骗到两次齐美拉的攻击 转了 紧接着 丁继灵这边的白龙 火龙也发动攻击 落在了对方的小精灵身上 数量太多 有的杀了 第二回合 对方齐美拉的攻击 便实实在在地 落在了蒲丛主力编队上了 440 440 肉疼啊 瞬间没了800加 紧接着 三组弓箭手也开始了攻击 蒲丛大军数量开始锐减 丁继灵这边 四组火龙也是火力气开 双方都拼命了 几个回合后 对方前排的2000个低级兵种 都被清空 而丁继灵这边的蒲丛 还剩下1800加 要开始肉搏了 下一波 白龙 火龙的火力 终于喷向了对方的后排 顿时齐美拉的数量锐减 仅仅一轮 就有一组齐美拉消失了 第二组齐美拉 则陷入了眩晕状态 第二轮 第二组齐美拉也消失了 对方仅剩下三组 四级兵种精灵弓箭手 而此时 丁继灵的5200名仆从 也一样死光光了 丁继灵既兴奋又高兴 这灵主系统的杀盘对决 也太特么刺激了 如今看起来是必胜了 只要赢了就行了 本方损失时的战损 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本章完 超神玩家 第497章 大损险胜 作者 施落叶 精灵弓箭手的骑射下 丁继灵的前排死光光 就连那一百头二级兵种右龙 也当场倒闭 接下来 对方将可以直接攻击到 几方后排 而丁继灵的后排可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啊 火龙 白龙 目前都是没有条件招募的 就算是有资源也招募不出来 纯粹靠打龙窟 帝王灵等刷出来的而已 好在 410头火龙的火力实在是凶猛 下一轮直接抢先出手一波 再加上50头白龙的攻击 狂轰烂炸之下 对方的三组精灵弓箭手 当即就被秒掉一组 眩晕了两组 天助我眼 看着两组精灵弓箭手的头顶上 出现了眩晕图案 他差点笑出声来 貂蝉 虽然只是一个紫色英雄 但技能确实相当犀利 有20的几率控制一波 这技能实在是太实用了 只是几率略低了一些 如果能有一个35 那就更加完美了 转眼间 剩下的两组精灵弓箭手 也在白龙加火龙的狂轰烂炸下 尽数被杀光 顿时 丁继灵以前排死绝 后排未损分毫的结果 完成了对一座终极酒馆的攻略 耳边 一道悦耳铃声响起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终极酒馆 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位 击败终极酒馆的玩家 获得一次超稀有级招募英雄的机会 超稀有 丁继灵看着那金色的三个字眼 心跳都快要停滞了 振奋不已 急忙与终极酒馆对话 下一刻 一道光辉闪烁而下 酒馆的这一次招募列表 横跟眼前 清一色的蓝色英雄序列中 一个橙色名字的英雄 显得如此的耀眼 是个男性英雄 一身戎甲 骑成一匹壮硕白马 手握一柄威武长枪 头戴银色战亏 整个人都显得英气逼人 威武不凡 三维属性相当完美 攻击 统帅 防御等都很高 单论属性的话 比那紫色英雄貂蝉要强多了 就是名字不太好听 叫实质弱 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中文名 必须改 必须改个超好看的名字 不然都对不起这橙色英雄的品级 丁继琳刷的一幅秀 直接时刻将这个无比稀贵的英雄拿下 看了一眼英雄的技能 顿时心头暗暗震撼不已 破釜沉舟 提升全兵种20的攻击力 与玩家领地K获胜后 可将其20的战损 转化为己方同级别兵种 靠 看着橙色英雄的武将技 丁继琳脑 瓜子嗡嗡的 这个技能多少有点无敌了呀 提升全军20攻击力 这就已经相当逆天了 居然还加了一个与玩家K 拥有20的战损转化 这起步就意味着 丁继琳只要能获胜 就能不断以战养战 兵力越打越多的 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 毫无疑问 这橙色英雄的技能绝对是炸裂的 也必然是巅峰之城以后 在国府横着走的重要基石了 咕咚 他狠狠地咽了口口水 旋即将这个橙色英雄 改了一个名字 赵子龙 除了赵子龙之外 丁继琳已经想不出 三国里还有什么如此完美的将领了 当然 他是有私心的 这巅峰之城啊 将来 就用赵子龙当主将 然后任命四个美女将领 貂蝉 真蜜 蔡文基 大乔 小乔 孙上香什么的都安排上 我赵子龙打了一辈子仗 就不能享受享受 一场大战后 最大的损失 就是近战兵种 蒲从死了500加个 如今还剩下4600加个 其实也还行 足够下一场大战了 而且 下一场战斗的时候 橙色英雄赵子龙 就已经镶嵌入主将的位置了 会大大的提升战斗力 呼 他深吸了一口气 今天一天 别的事情可以不用做 专心打终极单位就行了 至于打哪一种终极单位 许愿之拳 帝王陵 龙窟都可以 其中 龙窟刷新的比较多 刚才来的路上 还看到几个终极龙窟的 回去找找 丁继灵一拽缰绳 带着巅峰之城 缓缓朝着来时的路找了回去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果然一座终极龙窟 出现在了前方 进攻 他一声令下 巅峰之城的大地图图标 在距离中级龙窟 还有二十码的位置 就开始了冲锋 速度提升了少许 十分果断的撞击 向了中级龙窟 战斗开始 迅速切入战斗画面 画面中 双方开战之前 辅助领主 武将 先行发动技能 弗雷亚玉碧一挥 提升全体三十的攻击力 赵子龙侧动战马 长枪一扫而出 发动了破斧沉舟技能 再次提升了全兵种二十的攻击力 貂蝉手握战功 身骄体柔 在骄滴滴的笑声中 强化了一波远程兵种的战力 同时上了二十攻击迅运的buff 对面 终极龙窟的战力 也不容小觑 足足有两千四百的兵力 比起终极酒馆 也是不遑多让的 但哪里经得起摧残 在丁继琳催枯拉朽般的猛攻之下 最终以阵亡了几乎全部的仆从为代价 将这座终极龙窟给推掉了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初级龙窟 获得奖励 火龙X50 由于你是第一位 击败初级龙窟的玩家 额外获得奖励 火龙X100 运气不错 随即给的兵种 又是火龙 而且 是由首杀额外奖励的 共计150头火龙 这么一来 丁继琳的火龙总数 就已经达到了恐怖的560头了 代价则是 蒲丛又死掉了380加 数量已经掉到了4200加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前排的兵种 本身就是炮灰 死多少都不心疼 但也不能死太多 前排顶不住 就要死后排了 在领主系统的设定中 13级兵种的征兵时间是零 是直接秒上去的 而后面的兵种 都是需要时间的 相应的兵营等级越高 征兵速度越快 像火龙 白龙这种 不仅仅需要资源 也是需要时间去堆积的 上一世 丁继琳的城池 为了凑齐二顶尖兵种 可是足足征兵了半个月的 但此时 资源没有多少了 各种资源严重不平衡 木头 石料溢出了 而征目仆从需要的金币 水晶 则见底了 暂时无法补充兵力 得打打秋风才行啊 丁继琳皱了皱眉 看向远处 发现了一名 最江南工会的玩家 正开着洞天视野 带着自己的洞天城池 一掠而过 直奔丛林深处而去 那人有点眼熟 不是最江南的盟主陈鬼吗 冤家路窄 就是他了 顿时 丁继琳猫着腰 直接随风入夜消失在风中 旋即带着巅峰之城 从后方偷偷跟进 没多久后 就在一片灌木丛边 发现了陈鬼的踪迹 他正带着自己的城池 走向了一座初级许愿之拳 心还挺大的 许愿之拳都敢打了 丁继琳轻轻一扬眉 丝毫没有给陈鬼机会 直接一个巨龙撞击 就冲出了虚空 瞬间就把陈鬼给碾晕在了原地 紧接着回身一套解冻流 丁继琳 你 陈鬼大惊失色 这他妈的 有点过分了呀 玩野外偷袭 然而 他没有担心到重点 丁继琳杀他一次 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 他的那座领主城池要遭殃了 就在丁继琳砍光陈鬼血条的瞬间 巅峰之城 已经发动了冲锋 截杀陈鬼的城池 你他妈的 陈鬼的心态瞬间炸裂 这他妈的 太厚颜无耻了吧 行 你行 就在阵亡的瞬间 陈鬼狠狠地瞪了一眼丁继琳 冷笑道 你以为你的领主动天必胜的吗 来吧 硬碰硬 老子接着 可以 有骨气 丁继琳一剑落下 斩杀陈鬼 与此同时 巅峰之城与陈鬼的那座人族城池 狠狠撞击在了一起 发生了领主动天之间的一场K战争 刷 进入沙盘战场见面 就在双方列阵的瞬间 丁继琳微微一领 陈鬼这会有点东西啊 他的布阵 分别是前排五组一级兵种农民 后排则是五组六级兵种火枪手 火枪手是人族城池的六级兵种 超远城 战斗力强悍 火枪有穿透伤害 一旦成规模会相当的恐怖 难怪这四有点狂妄 嗯 沙盘战场的另一侧 已经死回炎帝城的陈鬼 也出现在战斗现场 他皱眉 看着丁继琳的阵容 更加心头阴郁 什么鬼啊 前排五组仆从 后排四组火龙 加一组白龙 这他妈才领主系统 开放第二天 他八级兵种哪来的 刹那间 陈鬼的信心有点动摇 但旋即 他直呼 没事没事 应该是系统奖励的 十二个白龙罢了 火龙数量也肯定不会太多 拿出来唬人的 不出意外的话 丁继琳的主力 就是一级兵种仆从 至少有个五千个左右了 不然不至于会这么狂妄 如果只是五千个仆从的话 那就能打 结果 双方交战的第一时间 丁继琳那边 一个辅助领主 两个武将一起先后发动技能 操 陈鬼的下巴都 快要掉下来了 怎么 怎么在军队后方的空格位置 还能占人的呀 他的那个三个NC 是什么鬼呀 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领主系统里 还有辅助领主和武将这么一说 不妙 陈鬼心头暗暗叫糟 完了 这一场可能要大损险胜了 自己的八千家农民伯伯呀 看你们的了 险胜的话 折损接近时的兵力 也能接受 本章完 超神玩家 第498章 两头肥羊 哦不 三头 作者 失落叶 开喷吧 丁继琳咒了咒 没我的龙宝宝们 领主发下号令 三军出动 陈鬼那边 也扬起长剑进攻 碾碎他们 下一秒 丁继琳的那一组 白龙开喷 刷 182 人组组成的一级农民伯伯 还是稍微脆了点 完全就是炮灰 紧接着 火龙也开始喷射 哗啦一口龙溪下去 落在了一组兵力 只有一的农民伯伯身上 打空了 丁继琳微微一笑 跟我来这套是吧 没关系 让你一回合 都没事 这时 陈鬼那边的火枪手 开始骑射了 一轮骑射之下 丁继琳折损了300家仆丛 所以判断的话 对方的火枪手数量 应该在15万0250之间 不会太多 但也不少 难怪陈鬼会这么自信 第二回合 对方的几个诱敌单位 已经全部倒下 丁继琳的后排火力 全部打在了 对方前排的真实兵力身上 顿时一道道伤害 数字跳出 182 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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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一回合 陈鬼就损失 2100家兵力了 操 他大惊失色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这他妈的什么鬼啊 他后排的那几组火龙 居然没有一组是虚的 每一组都有很强的攻击力啊 一时间 陈鬼头皮发麻起来 完了 要说了 转眼间 双方的两团一级兵种 厮杀在了一起 远程兵种一顿狂喷 虽然丁继琳的仆丛数量不多 但后排猛了 这一轮轮的狂轰烂炸下去 陈鬼的八千 加农民伯伯 第四回合 就已经被杀光了 紧接着 丁继琳的两千家仆丛 排步步兵方阵 嗷嗷叫着 杀向了陈鬼后排的火枪手 又两回合后 陈鬼的城池战败 直接飞回了主人的包裹 沿帝城 陈鬼接收到了一封 令人心碎的领地战报 爹 战斗结果 我军全军覆没 共计战损农民X8422 火枪手X250 由于我军是战败方 损失战损30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 农民X2527 火枪手X75 爹 战斗结果 由于我军击杀对方单位 未超过对方兵力总数的25 无法查看对方单位 靠 自己连对方的25实力都没有打掉 陈鬼一脸茫然 呼得颓然坐在了 炎帝城大街的台阶上 陷入了思考人生的状态中 而事实上 丁继林虽然阵亡了2000家的仆 从 但毕竟仆丛是低级兵种 一头火龙的战斗力 能顶20个仆丛 所以 他的真正战斗力 来源于后排的火龙和白龙 除非前排真的被杀光了 否则对方基本上都是无法看到战报的 一道铃声掠过 格外悦耳 爹 战斗结果 我军大获全胜 共计战损蒲从X-2888 由于我军是战胜方 损失战损十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蒲从X-289 战斗获胜后 掠夺对方物资 金币X-8122 金矿X-7899 木材X-121 石料X-992 爹 战斗结果 你的武将赵子龙 发动了技能破斧沉舟 成功掠夺 转化了对方20的战损兵力 你获得兵力 扑从X-1684 火龙X-50 可以 血转 赵子龙的掠夺转化确实好用 这么搞的话 丁继琳只要不输 兵力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 他面临着一个选择 自己的体力 是用来K找茬呢 还是用来打龙窟 许愿之泉之类的野外建筑呢 难搞啊 K的话 有商天礼 光打野外单位的话 略显枯燥 既然如此 那就打几个建筑 杀几个人好了 此外 掠夺的资源也相当不错 陈鬼是人族 招募农民勃勃消耗的两种资源 是木材 石料 所以 倒是把水晶和金币给剩下来了 跟丁继琳来了一个优势互补 妙啊 于是 一口气将资源用光 又招募了1100加个蒲丛 再加上掠夺转化的兵力 丁继琳的蒲丛数量不降反升 达到了恐怖的6600加 而火龙数量 则达到了610头 越发的兵力强盛了 唉 他一声叹息 无敌多寂寞 忽然有点想念轩辕大盘了 也不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了 要不过去 拜访一下 虽然说 这趟拜访会略显冒昧 刷 将巅峰之城收入包裹中 速切荆轲形态 开启随风入夜 旋即使用追踪符 直接一个闪现 就出现在了炎帝城东方的一片深邃丛林中 只见前方 有一个依稀相识的身影 骑成猎马 带着灵主洞天 在灵中步履蹒跚地移动着 正是轩辕大盘 妈的 轩辕大盘皱着眉头 心想着 刚才被仙灵的美女见识尖家 抢走了一座出击许愿之权的事情 明明自己也看到了 就因为他先打了 就是他的了 要不是自己目前兵力还不够强盛 绝对把那个小丫头果断拿下 你别说 那小丫头越看越好看 绝对算是个美女 狗日的丁继灵 她运气真好 身边那么多美女 轩辕大盘眯起眼睛 如果自己有这个条件 什么灵溪溪 沈冰月 陈家 七星海棠 尖家 肉肉之类的 还不全部拿下 再不济 晚上总得一边一个抱着灵溪溪 和沈冰月睡觉吧 她皱了皱眉 自言自语到丁继灵啊 你这种人 哪里懂得 什么叫享受人生哦 啊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出现在了轩辕大盘的耳边 丁继灵踢着长剑 冲出前行状态 到轩辕大盘 你在嘀咕什么呢 卧槽 轩辕大盘大惊 想要拉剑 手指已经伸向拉剑的快捷剑了 但反应速度实在太慢 没跟上 直接就被丁继灵给一剑冰封斩给 冰封在了原地 紧接着 在轩辕大盘的目光下 这丝居然从怀里掏出了一座领主洞天 狠狠地砸向了轩辕大盘的领主洞天 这他妈的 你多冒昧啊 轩辕大盘怒目原睁 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双方的沙盘战斗画面 双方编队中 轩辕大盘的编队十分纯粹 他选择的是海族 前排五组一级兵种大海龟 后排则是五组二级兵种巨蛙 但数量庞大 大海龟足足有九千家 巨蛙也有一千家 说句难听的 人家可是万人方阵的统帅 可惜 低级兵种 哪里经得起丁继灵 那六百家火龙的一顿乱喷 而且 这些火龙是被弗雷亚 赵子龙 貂蝉 加持过战斗力的 足足提升了六十的攻击力 六百家头火龙 可以当成一千头火龙来用了 如今仅仅只是领主系统开放的第二天 有人居然拿出一千家个六级兵种了 你说这合理吗 一轮远程骑射 就是两千家兵力的阵亡 当轩缘大盘的大海龟家具蛙接近丁继灵阵地的时候 已然只剩下三千家了 旋即被丁继灵的六六零零家蒲从一顿狂扁 再加上后排的火力 轩缘大盘紧紧支持到第五回合就没了 他甚至 还不如陈轨造成的杀伤舵 一缕光辉之后 轩缘大盘的领主动天飞回包裹 他想也不想直接开启无敌技能 捏碎了回程圈轴 皱眉倒倒差不多就得了啊 别一直死追着不放 丁继灵笑笑 目送对方离去 耳边 两道铃声响起 爹 战斗结果 我军大获全胜 共计战损蒲从X446 由于我军是战胜方 损失战损十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 蒲从X45 战斗获胜后 掠夺对方物资金币X18122 金矿X19899 木材X11121 石料X12992 爹 战斗结果 你的武将赵子龙 发动了技能破釜沉舟 成功掠夺 转化了对方二 零的战损兵力 你获得兵力 扑从X1862 右龙X225 这资源 这转化 也实在太爽了 不愧是轩辕大盘啊 资源太多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让工会里的小弟 给自己刷资源了 一些闲散的号 只升级资源 不招募兵种 用这些号的领主动天 主动打轩辕大盘的城池 是能在不消耗 轩辕大盘领主体力的情况下 刷资源的 丁继林深吸一口气 一口气招募了1800加蒲丛 能招募的全部招募 再加上转化的兵力 顿时丁继林的扑从数量达到 已经达到10400加了 成功破万 再加上300加头右龙 前排炮灰 已然拥有了相当的规模 完全不怕前排被打穿了 就是有点可惜 轩辕大盘 陈轨这样的肥养比较少 而且 主动去K别人的城池掠夺资源 掠夺兵力 确实有点缺德 更重要的是 靠K是无法得到六级 八级兵种的 所以剩下的体力 还是去打打终极龙枯好了 然后再憋憋 等兵力超级强盛的时候 就去试着碰碰高级单位 特别是高级酒馆 第一次攻略完成 几乎是必出橙色英雄的 而且大概率超级品橙色英雄 应该不会比赵子龙差的 沿着丛林向前 动天视野内 一座座野外单位横更 大部分都是初级单位 国父人多 这些单位刷新的也多 可以理解 找了许久 终于发现了一座龙枯 直接开干 损失了少许铺从后 获得五十头白龙 至此 白龙的数量 也已经达到一百头了 沙沙 前方 灌木丛中 有野猪在拱地找番鼠吃 丁继林提剑而去 一股作气全部砍翻之后 发现灌木丛中 藏着一座终极龙枯 不错 继续 进攻 藤龙剑一挥 丁继林率领巅峰之城 与终极龙枯碰撞在一起 进度依旧平稳 以微小的损失 就将终极龙枯的兵力 杀到只剩下二百家了 却就在这时 他隐隐绰绰地发现 外界好像有一道人影掠近 紧接着 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座城池 直接砸向了巅峰之城 弟 系统提示请注意 玩家王木之介入了战斗 战斗沙盘浮现而出的瞬间 王木之就站在了他那座城池的后方 手握长剑 笑道丁继林 识相地立刻开成现象 否则我破城之日 必定让你男女老少 鸡犬不留啊 丁继林大为震撼 王木之则一脸自信 毕竟他有二家农民伯伯 玩的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路数啊 本章完 超神玩家 第499章 压制发育 作者 施落叶 G2D王木之 丁继林被这突然介入的画面给吓了一跳 下一刻 战斗沙盘的上方就出现了第三方军队 王木之的五组一级兵种农民 加五组四级兵种人族弓箭手 横跟前方 此时 对丁继林颇为不利 因为自己的近战已经杀出去了 抵达终极龙库的大本营 此时有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感觉了 进弓 王木之的身影浮现在人族城池上方 剑刃向前一指 沉生到干掉所有来犯之敌 丁继林气笑道 你才是来犯之敌吧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王木之微微一笑丁继林 听说你的这座巅峰之城还没败过 挺好的 那就从我这里开始感受第一次失败吧 行啊 你要是有那个本事 我败子是没关系的 丁继林好征以侠 下令进攻 顿时 弗雷亚 赵子龙 貂蝉 相继发动技能 旋即 一组八级兵种白龙率先开喷 口气清新 一口就喷掉了对方300家农民伯伯 而等到火龙开喷的时候 则张嘴就直接500家起步了 一轮之后 王木之直接掉了2500家农民伯伯 损失惨重 这还是在双方近战部队没有接触的情况下 否则王木之的损失更大 妈的 他皱了皱眉 不再与丁继林唇枪折剑 而是专心 看着沙盘上双方兵力的移动 攻击 己方这边的弓箭手数量太少 每一组只有20人 打在对方的仆丛身上 也没有那么痛 十分棘手 更致命的是丁继林的操作 这家伙居然指挥着自己的那一组仆丛 朝着下方走 远远避开王木之的一家农民伯伯的锋芒 如此一来 丁继林的后排 持续狂轰烂炸 而王木之这种纯近战的主力 前四个回合是 很难摸到边的 沙盘上 王木之的农民伯伯 爬了四个回合 终于接近了丁继林的近战单位 此时已然只剩下一农民伯伯了 惨烈得很 没办法 领主动天的K机制就是这样 必须杀光对方的前排 才能直接攻击到后排 你别管人家的前排单位在哪 系统都会默认 前排为攻击目标 此时 丁继林的后排几组远程单位 是被判定为不可攻击的 丁继林 你要不要脸啊 王木之看着那一组仆丛 再次麻溜地 朝着右上方逃逸的时候 整个人都冒火了 敢不敢真刀真枪地干一架 你这么躲躲藏藏的 是不是男人 完不起 丁继林目光淡然 笑到谁让你后排软的 怪我 靠 王木之叫苦不迭 已经开始后悔了 早知道 就不犯剑来偷袭丁继林的这座巅峰之 成了 这一战 毫无疑问是丁继林给王木之上了一刻 原来领主K的战斗 还能这么打的 不是说无脑冲就完事了 是可以利用机制来做点事情 来放风筝 迂回对手的 此时王木之已经必败 就算是 他能杀光丁继林的近战 返回攻击对方 远程的途中 也早就被点杀得干干净净了 何况丁继林的近战 也不是尼捏的 第六回合 丁继林的那一组 蒲丛终于回头 直接蒲丛冲振干了农民伯伯一下 2182 大大的数字飞起 瞬间王木之 就只剩下5000不到的农民伯伯了 草啊 王木之只觉得 嗡得一下脑海中一片空白 太轻敌了 这次是真的太轻敌了 他本来以为丁继林的后排火力凶猛 前排一定是须兵 却没有想到 一回合就灭掉了自己2000家的一级兵 丁继林的那一坨蒲丛的数量 不低于一万 甚至有可能超过了一万五 下一刻 王木之发动反击 4000家农民伯伯 砍在了对方的蒲丛身上 掉了1000家兵力 旋即就被对方给一轮秒了 战斗结束的瞬间 王木之直接退出领地 带着他的人族城池 无敌回城了 刷 返回炎帝城的瞬间 他的耳边传来了一道两道令人心碎的铃声 第 战斗结果 我军全军覆没 共计战损农民X20988 弓箭手X100 由于我军是战败方 损失战损30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 农民X6296 弓箭手X30 第 战斗结果 由于我军击杀对方单位 未超过对方兵力总数的25 无法查看对方单位 干啊 王木之扼腕 偷鸡不成十把米 这一波太亏了呀 瞬间就掉了六千家的农民伯伯 接下来又得攒上老半天了 妈的血亏 灵地中 兵机灵耳边也传来了一道月耳铃声 这斩获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第 战斗结果 我军大获全胜 共计战损蒲从X2630 由于我军是战胜方 损失战损士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蒲从X263 战斗获胜后 掠夺对方物资金币X22122 金矿X23899 木材X18121 石料X19992 第 战斗结果 你的武将赵子龙 发动了技能破斧沉舟 成功掠夺转化了 对方20的战损兵力 你获得兵力蒲从X4198 亚龙X20 第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终极龙窟 获得奖励蒲从X2000 这斩获 无比舒服 王木之的诚实 也属实是富裕 留了好大的一波资源 估计是为了升级 组成用的 可惜因为他的轻敌冒尽 而被掠夺了不少 终极龙窟 这次随即出的是一级兵种 不算好 也不算太坏 用得上 于是此时丁继龙的蒲从总量 已然达到了16400加 这么坚实的前排肉盾 别人再想打穿的话 已经很难了 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一下心情 继续找终极龙窟 消耗体力去 之后 又连续攻略了两座终极龙窟 运气不错 一次获得了2000仆丛 一次获得了200火龙 巅峰之城的兵力 愈发的强盛 午后 丁继龙带着巅峰之城 四处游逸 所过之处 一片风声鹤唳 风神 下午好啊 不远处 一名散人剑士 带着自己的领主洞天 正在闲逛 看到丁继龙的巅峰之城后 他经不住地打了一个尿颤 巅峰之城连续击败了竹锋之刃 陈鬼 王牧之 轩缘大盘等人之后 名声已经传开了 是一座实力深不见底的领主洞天 甚至 有不少玩家看到丁继龙后 立刻将自己的领地收入包裹 一溜烟跑了 根本不给丁继龙上前打招呼的机会 嗯 下午好 丁继龙笑着点头 事实上 他本来就不是热衷于K的那种人 玩游戏嘛 平和一点啊 不能老是打打杀杀的 当然 更重要的原因是 这些普通玩家的城池 他也看不上 打掉了 也只能获得少许的三瓜两枣 白白浪费十点体力 爹 这时候 林熙熙发来了一条消息 我让以荒词为首的刺客团 在大地图上搜索各种领主资源 这是一张初步列表 我已经帮你把初级野外单位都过滤掉了 你自己看 这列表放在云端上 随时更新 你可以随时观看 好 丁继琳打开文件一看 顿时愕然 太详尽了 不仅仅是炎帝城 甚至就连临安城 天机城 风陵城 等二级城池的大地图上也有标注 各种中级 高级单位 一览无余 果然不愧是林熙熙 游戏资源的整合能力 放眼国服都是S家的 不愧是内政点满的女人 有用吗 林熙熙笑问 有大用 丁继琳沉声道 我去忙了 稍后聊 好 加油 看着表格 他迅速选定了两个目标 两座终极许愿之拳 位置都在水魂秘境 目前国服超过99的玩家 必然都没有实力攻打终极建筑 而许愿之拳 又是各种建筑中 守军超难的那种 所以在国服 真正能攻略终极许愿之拳的玩家 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迅速拉剑 返回水魂秘境 在一株球取古树之下 雾蒙蒙的光辉里 矗立着一座终极许愿之拳 泉水流响 过往的玩家只是看了一眼 之后便摇摇头离开 谁都不敢打这座许愿之拳 一缕飞燕奔略而至 丁继灵骑成白龙马抵达 一拽将绳急停下来 旋即从包裹里 取出巅峰之城放下 指挥巅峰之城 发动对终极许愿之拳的攻击 不出意外的话 这是第一座被攻略的终极许愿之拳 会有额外奖励的 刷 金光绽放之间 战斗沙盘浮现于眼前 终极许愿之拳的兵力十分强盛 共计4000兵力 精灵足 其中前排是3000个三级兵种角英兽 后排则比较恐怖 500个六级兵种数妖 外加500个十级兵种大元素史 大元素史 精灵足的顶级兵种 是一群手握权杖 穿着羽衣的美丽精灵女性 她们拥有强大的力量 发动精灵魔法的冲击力 十分恐怖 500个大元素史 丁继灵的那一家仆丛 有得受罪了 上 进攻 她猛然拔剑 朝着前方一指 顿时弗雷亚 赵子龙 貂蝉的技能一一加持上 旋即三军齐发 进攻对方的阵地 果然 就如丁继灵预料中的一样 500名大元素使攻击的时候 每一次攻击几方的仆丛 都倒下了3000家 许愿之拳的兵力 实在是太狠了 好在与18家的仆丛 可以死一死 后排 火龙 白龙骑射 对方的3000家脚鹰兽 也死得飞快 两回合就被秒空了 之后 丁继灵直接选定大元素史为目标 命令火龙 白龙集火 对方的十级兵种 杀得越快 蒲从的损失就越少 靠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声音 有人在打终极许愿之拳啊 太猛了吧 丁继灵回眸一看 身后的林中出现了一群人 都是云梦宏图的人 其中为首的 是一个颇为帅气的弓箭手 越界 S级玩家 云梦宏图的核心人物之一 越界皱了皱眉 直接发消息 给白手3000剑丁继灵的领主洞天 再打一座终极许愿之拳 江城你的城池发育怎么样了 要不要拉剑过来干他一波 压制一下丁继灵的发育 本章完 超神玩家 第500章 梦想即将开始 作者 失落夜 白手3000剑 回复了他一串问号 啊 越界正了正问号 是什么意思啊 哥 白手3000剑的 我就是想问你 你打他干嘛啊 我 越界挠挠头懂了 是我冒昧了 丁继灵声在战斗杀盘中 一心二用 发现窥探自己许久的 越界等人转身离去 似乎放弃了 介入战斗的想法 一时间 他居然有点失望 几秒钟后 500个大元素 使尽数被火龙和白龙的龙溪融化 之后再解决掉那500个鼠妖 这就比较轻松了 而战斗结束时 丁继灵共计损失了14家仆丛 终极的许愿之拳 攻略难度 确实恐怖如斯 下一刻 一道铃声响起 丁 系统提示 恭喜你击败了终极许愿之拳 获得奖励 指定兵种卡 丁 系统提示恭喜你 由于你是第一位 击败终极许愿之拳的玩家 额外获得奖励指定兵种卡 瞬间得到两张S级 指定兵种卡 丁继灵没开眼笑 使用兵种卡 查看了一下性价比 最终选择了白龙 每张S级卡片 可兑换120头白龙 于是一下子 变出了240头白龙 巅峰之城的白龙总数 瞬间已然达到340 这340头白龙鞭尾一组 一口龙锡喷出去 任什么兵种都得脱层皮 舒服了 继续 横跨水魂秘境 去攻打下一座终极许愿之拳 丛林中 树叶摇曳 沙沙作响 丁继灵骑成着白龙马 十分闲适地行进着 这时 一缕身影从白龙马中飘然而出 化为一席红裙 身姿恶挪的火焦秋华 他直接横坐在丁继灵的怀里 到这么精英一座洞天 很有趣吗? 当然 丁继灵瞥了他一眼 笑到这其中的乐趣 你不懂 哼 秋华的身影随风而散 就在此时 一座充满了腐蚀气息的领主洞天 从不远处移动而来 靠近巅峰之城40码位置的时候 直接加速了 那城池的主人就站在数十米外 灵一丘 洛神父的暴风骑士老对手了 哦? 丁继灵 哑然抬头 灵一丘笑笑丁继灵 领地碰碰 好啊 丁继灵求之不得 并不必战 直接下令巅峰之城迎战灵一丘的城池 赵子龙的破釜沉舟 能掠夺转化对手的兵力 这个技能目前还没人知道 所以 国父的这些领主洞天玩得比较好的玩家 都相当自信 都想来试试这座巅峰之城的底蕴 这种思维可以理解 身为高手都不信邪 不相信自己会不如别人 丁继灵也一样的 砰 两座领地撞击在一起 进入战斗倒计时 丁继灵目光一瞥 发现林一丘的领主洞天 是一座不死族的城池 跟竹锋之刃的一样 所不同的是 林一丘放弃了一级兵种骷髅兵 他的排兵布阵 是前排五组二级兵种石石鬼 后排则是五组六级兵种地穴恶魔 一种相当经典的组合 如此的话 就看林一丘的底蕴 有多深厚了 巅峰之城那边 漂亮地辅助领主弗雷雅 身姿鲜柔 在风中一旋 加持了三十的全兵种攻击力 紧接着赵子龙 貂蝉也一一加持技能 林一丘见没紧锁 他看不到丁继灵那边具体释放技能的信息 但看到一波波BUFF席卷全军就知道这一战可能很难了 难也得上 争口气 进攻 双方一声令下 开战了 八级兵种白龙的速度最快 最先出手 张口一道灼热龙溪落在了对方的石石鬼方阵上 三百四十头白龙的骑射 让那一组石石鬼嗷嗷惨叫 一个大大的伤害数字飘起 1280 刹那间 1200加石石鬼消失 靠 林一丘眉头紧锁 他想到过丁继灵的实力可能很强 但没有会强到这么妖孽的地步 这一口龙吸1200加的二级兵种 什么攻击啊 那一组白龙的数量 怕是至少七八百了吧 目前阶段 他哪来的那么多八级兵种啊 林一丘百思不得其减 之后 火龙开始喷射 顿时 林一丘那边一轮就少了三千家石石鬼 要知道 那可是二级兵种啊 防御 气血 都比一级兵种强了不少的存在 就这样被乱杀的 林一丘的主力 其实就是这一家的石石鬼 靠着石石鬼的快速移动 高速进攻 他已经灭了不少玩家了 甚至包括线灵的几个A玩家的领主洞天 都被林一丘歼歼灭过一次 被掠夺了大量资源 石石鬼的招募成本很低 但战斗力却不弱 性价比超高 这让许多玩不死足领主的玩家 都走暴狗流的战术体系 什么都别想了 就全部招募石石鬼 用绝对的数量堆死对方 不断K别的玩 加 掠夺别人的资源 自己养狗 石石鬼而已 死一半都不带心疼的 可惜 这次林一丘踢到铁板了 丁继琳的超强远程 刚好能完美克制住石石鬼 在林一丘的石石鬼 围住17家仆从啃士的时候 火龙白龙火力齐开 三两下就将对方给解决掉了 林一丘黯然离去 丁继琳则赚得盆满钵满 爹 战斗结果 我军大获全胜 共计战损蒲葡从X6560 由于我军是战胜方 损失战损石兵力 共计真实损失蒲葡从X656 战斗获胜后 掠夺对方物资金币X15122 金矿X19699 木材X15121 石料X18992 爹 战斗结果 你的武将赵子龙 发动了技能破釜沉舟 成功掠夺 转化了对方20的战损兵力 你获得兵力 幼龙X2128 火龙X90 林一丘的游水相当风足 掠夺转化了2000家的幼龙 火龙也达到了900的总数了 巅峰之城的兵力强盛之程度 已然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丁继琳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道炸雷般的声音 紧接着 一名玩家冲出灵地 正是轩辕大盘 他身后带着自己的海族城池 皱眉到有种再打一次吗 有啊 丁继琳微微一笑 同时看了一眼 轩辕大盘的城池级别 居然已经三级了 好快 这说明他 已经可以招募三级兵种了 甚至已经招募了许多 果然 当双方城池撞击在一起的时候 轩辕大盘那边的前排五组颇为考究 其中 一组一级大海龟 一组二级巨蛙 剩下的 全都是三级兵种叶叉 丁继琳皱了皱眉 别人他不知道 轩辕大盘这个人 还是要防备一手的 毕竟这个人做事比较没下线 通过吸血的方式 强化自己的城池 他是做得出来的 只要能变强 轩辕大盘可以让上千个战力薄弱的工会成员 主动攻击自己 不断被动掠夺 结果 打起来之后 丁继琳再次确信了自己的想法 轩辕大盘的一级 二级兵种的总数 依旧还是一左右 但三级就不得了了 他的夜差数量 至少达到了十二以上了 这一战是真的抱着灭掉丁继琳的念头来的 可惜 他还是低估了丁继琳的发育速度了 九百头火龙 外加三百四十头白龙 加持一身的buff 喷射起来不是一般的猛 草 轩辕大盘看着自己的三级兵种数量刷刷直掉 一轮就被喷 掉了二八零零加 心态颇为爆炸 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很快的 轩辕大盘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已经从灭掉丁继琳变成了打出他的战报了 只要能看到战报 这一战就算是为国服别的玩家争口气了 可惜最终还是没有看到战报 丁继琳的蒲从足足挂了七千架 轩辕大盘依旧看不到战报 屈辱 齐齿大辱 轩辕大盘一声低吼 接见逃了 吃掉轩辕大盘的一部分兵力之后 丁继琳在看巅峰之城的总兵力时 顿时满心欢喜 蒲从一万八千三百四十四 幼龙四千零二十三 地龙两千二百一十八 火龙九百 白龙三百四十 此时 他已经不需要用一兵当诱饵了 干架的时候 直接都是石兵上 幼龙 地龙都安排上 不玩虚的 玩的 就是真刀真枪的感 几分钟后 一座终极许愿之拳 出现在了眼前 可以继续许愿了 一场战斗之后 再次获得了一张S级指定兵种卡 依旧兑换了120头白龙 至此 白龙总数已然达到四百六十头之多 晚上 继续游易在荒野中 以战养战地攻打一些终极单位 一整个晚上 再次获得了240头白龙和420头火龙 愈发的冰墙马状 深夜 十一点许 摘星牙 丁继麟再次回到这个梦想开始的地方 看着巅峰之城内的1300头火龙和700头白龙 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太特么强了 这兵力 基本上可以横扫国服了 他开始升巅峰之城建筑 基础建筑全部升了二级 之后升了主基地 直接将圣龙之炒点二级 升级时间八小时 明早睡醒就二级组成了 可以大量招募地龙了 但没必要 从炮灰上来讲 还是仆从的性价比最高 将巅峰之城放在摘星牙上 丁继麟直接下线 陪灵兮兮 陈家吃夜消去了 刷 深夜里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摘星牙上 是奥天神域的一名刺客 他看着不远处矗立在石头上的巅峰之城 迅速给王牧之 发了一条消息和游戏截图盟主 你看 丁继麟下线之前 没有把领主动天收入视野 巅峰之城就在摘星牙上 太嚣张了 咱不干他一发 都对不起都自己啊 必须的 是夜 史称血色夜晚 本章完